出事了 凡小微 还要不要脸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我没你这样的名 我没想到你 糟了 他也看到那些照片了 护士 你看到八床的女孩了吗 没注意 医生 医生 你看到八床的女孩了吗 八床没有没有 就这么高那个 长头发的那个没有 小梅 你怎么这么傻呀为那种男人不值得啊 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我原本以为晨晨爱我 我是多余的没有人爱我 你还有若男你还有我呢我们都在你的身边 我抱歉 方小微 你到底要干什么 要死是不是 我陪你大家一起死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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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就打回去你就骂回去 你在这伤害自己干什么 你要去想爱你这个怎么办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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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 都会出去的 你要对得起自己这条命 知道吗 你 嗯 晨晨 你们干什么 这是为你发的照片打的 这是为你骗我的感情打的 从现在起 我们俩亲 不倒不倒不喝 不喝了 不喝了不喝了 喝 哈哈哈 哈哈哈 打把手 这怎么喝这么多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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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你醒了 喝牛奶还是咖啡 我还做了三明治 你醒了 天哪 竟然有早餐 宝贝你好贤惠 真香 我俩平时都是在路上随便对付的 外面的男友家里干净 你以后我每天都做给你们吃 爱你 早 没事吧 多了份早饭给你 谢了啊 吃过了 太阳打西边传 你家那位为了结婚开始转性了 哎 要试就好了 还能让人休息 哟 有情况呀 行了 我忙你的去吗 小哥 我有点不舒服 若南没接电话 你中午能帮我带点药回来吗 哎 你 你 若南 你怎么回来了 哦 我回来拿文件 你 这 我不舒服 刚去洗了个澡 衣服脏了穿不了 所以就接了你的 不舒服 怎么了 发烧了 不烧啊 应该就是感冒了 你是不是要拿这个 哦 就是它 呃 我今晚要加班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就先休息 晚点 林霞回来 让他给你带药 嗯 你怎么回来了 呃 那个 我有点不舒服 你也不舒服 啊 是不是那天 天台的风太大 着凉了 啊 对 对 对对 那天风有点大 若南 你不回公司了 你俩都生病了 我还回公司干嘛呀 伺候二位祖宗吧 行了 别站着了 去休息啊 躺着吧 你着凉穿这么少 等会儿给你拿下厚的 嗯 嗯 没妈 怎么了 在忙忙忙忙 一天到晚瞎忙 你和李秋的事啊到底有着落了没 快了快了 每次你都这句 男友男女朋友谈了三次 你还不结婚的 我跟你说啊 女孩子观音都是有限的 不要到头来一场空 好了我知道了 我自己的事私有安排 你能安排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要么结婚 要么趁着给我分手 别再浪费时间 吃吧 小心烫 小薇 我想 再求一次 上回那个求婚视频 不是找不到了吧 但我昨天听同事说 许愿湖那边特别浪漫 所以我想 咱们要么周末去露营 然后趁机求婚 给她个惊喜 几秒 女生求婚 会不会不太好啊 要不还是等肖哥主动吧 或者我去帮你 谈谈口分 不用 不就求个婚吧 谁主动不一样啊 行了 就这么决定了 你配合我就行 好 李香 虽然这样的场景 我已经在脑海中 排练过无数回 但是到了今天 我依然很紧张 我想告诉你 我想嫁给你 不是因为我到了要结婚的年纪 而是因为我真的很爱你 所以 你愿意娶我吗 当然 我愿意 我爱你 我爱你 若南 若南 嗯 醒醒 到了 好 小维 你等一下帮我拖住李香 我先去湖边准备一下 嗯 哎 小哥 我有件事情 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 怎么了 若南他 若南他要在玄湖和你求婚 这 什么 他不是说来陪你散心的吗 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 但若南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不想看到若南伤心 所以请你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 就不要伤害他 李香 你过来一下 哎呀 你过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你知道吗 许愿湖 有一个特别浪漫的传说 只要情侣在这个湖边立下誓言 就会得到月老最长久的祝福 我 段若南 像月老发誓 我想一辈子和李香在一起 所以 你愿意娶我吗 我去接 小哥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真的很羡慕若南 他不仅工作稳定 还有一个全心全意对他好的男朋友 而我求 李香 若南 若南你请了 你觉得我睡得着吗 我给你解释过了 我今天真不是故意把你戒指弄掉的 什么 那你手为什么往回缩 若南 今天大家都累了 我扶你回去休息吧 李香 我问你 你到底娶不娶我 咱们回去再来这事行过 不行 今天就要在这把事情说清楚了 咱俩快四年了 我也快三十了 我们要这样耗到什么时候 我不是不想娶你 是我现在能力还不允许 我还想再奋斗纪念 等我能给你买个房子了 咱们再结婚不好吗 可是我不要你的房子 咱俩这样一直租房也挺好 我不建议 我建议行吗 我觉得压力很大 要我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 小哥 别说了 若南 这会不会不太好啊 被小哥知道他会误会的 误会就误会 我就是要让他知道 老年也是有行情 省得他天天觉得我被他不在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跟你说啊 男人这种生物吧 就是你越懂事 他就越不知道这些 别想那么多了 今天就是开心 来吧 一起喝一杯 好啊 一起喝 若南 你少喝点吧 没事 我可以 来 继续 干喝啊 不玩点什么 小哥 若南心情有点不好 我担心他会喝多 你来接我们吧 哎呀 你接了 我不玩了 哎 什么呀 不玩了 不玩了 玩了 不喝了 走开 玩一会儿 哎你们干嘛 你走开 来 走开 干什么 哎 来了个新的 哈哈哈哈 小哥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若南 上车吧 走呗 小哥 你看慢点 若南都吐了 小哥你别生气 若南是家里一直催婚 他压力大 所以才出来喝点酒放松一下 那些男的我们真的都不认识的 小哥 你真的别生气 若男他也是爱你 他真的想和你结婚啊 他现在这样逼我 我怎么可能和他结婚 小哥 你先扶若男进去吧 我去洗洗 真是快受够了 小飞 没事吧 好痛 我脚崴到了 站不起来 你能进来扶我一下吗 小哥 我扶你起来 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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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霄 怎麼辦 有傷若難看的 他肯定會誤會我們的 我們不能出去 雲霄 誰在衛生間 啊是我 我我在洗澡不小心弄到了沐浴露 哎李霄呢 肖哥他 他去給你買解酒藥了 小薇我太暈了 我先睡了啊 好 我剛下飛機 就被你奪命捏換靠 至於嗎 我找了好幾家店 終於找到了 看市值條布 對 就是這條 謝勞兄弟 今天随便喝 都算我的 这忙我帮的够大呀 给女朋友求婚用 当然不是了 谢我一朋友 谁呀不认识吗 行了别八卦了你喝酒 小薇啊 卫生间有没有我的发卡呀 没有啊 小薇你看 孝准备的礼物 我还以为她忘了周末是纪念日呢 这么有心 太好了若男 你知道吗 以前我俩在校园的湖边散步 就看到两只黑天鹅在一起游泳 那个时候她就跟我说 我们两个以后要像天鹅一样 一生一世一双人 你说 她该不会想在周末的时候 跟我求婚吧 应该是 恭喜你啊若男 一定要幸福 谢谢你 我的伴娘 对了 我还要假装不知道这个惊喜 放回去 走了 发卡不找了 不找了 小薇 小薇 突然叫我来 是有什么事吗 其实也没什么 上次多亏了你集中生智才没让若男误会 所以想谢谢你 这个你收下 这条项链 是给我的 我觉得它很衬你 喜欢吗 喜欢 但是 小薇 小薇 我有些话想和你说 其实这几天和你的相处 我觉得你很好很善良 和若男完全不一样 我这几天总是会不自觉的想起你 小哥你别说了 这条项链我不能说了 我知道我这样做很不对 但是我想了很久 我还是决定要告诉你 我很清楚 我根本已经不爱若男了 我跟你跟你走不下去的 若男他爱你 他想和你结婚 你不能这么对他 我也不能 所以你对我也是有感觉的 是吗 我不知道 我很感谢你这些天为我做的 但我不能对不起若男 他对我很好 我不能伤害他 小哥你别说了 我是不会接受的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一首天鹅无趣 送给你 祝我们四周年快乐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去个卫生间 一会儿回来啊 小哥 你别找我了 我明天就会搬走 好好和若男在一起 没事 不用了 你先下去吧 为什么呀 我花了一千多呢 没事 我报给你 是这样 我们领导刚才给我来电话 说有些事需要我处理 让我赶紧回公司一趟 现在 对不起 真对不起 我也很想跟你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 但工作 没办法 下次 下次 下次我一定补给你 啊 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对 哎 若男 死终您快乐 啊 怎么样 只好 啊 啊 啊 怎么样 离消求婚没有 他们公司有事 什么事能比求婚还急 别傻了 求婚几次了 每次都找理由 推三组似的 肯定外面有人了 你妈的 今天无论如何 一定要找他问清楚 师傅 跟上前面一辆车 肖哥你怎么来了 请去说 林霄 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肖哥 你不该来的 不 我想得很清楚 我喜欢的是你 我不想欺骗我自己的感情 这条项链只能属于你 和我在一起吧 我会好好对你的 那 那若南怎么办 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我已经不爱他了 这样下去我也给不了他幸福 你 对 我 我 我 不 我 我 若南你不要误会 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那是哪样的若南 不是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是 我是喜欢肖哥 但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发生过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喜欢李肖 他是我男朋友 若南你冷静一点 我怎么冷静 那你说 你们俩怎么回事 若南 都是我的错 你不要为难肖哥 如果当时你没有让我去你家里住 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子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的意思是我帮你 我错了 不是 我很感激你 我也不知道事情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怪就怪我吧 对不起 若南你够了 我们也没怎么样吧 你们还找怎么样 若南 你放过肖哥吧 你放过他就是成全我们三哥 李肖 你也是这么想的 你也不知道 你也讨论责毛 你太多了 你也讨论责毛 殇替毛 你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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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南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看见我们 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但一会儿还是让萧哥送送你吧 这样我也放心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话 这儿的女主人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担心你 行了你别演了 真恶心 别这么说萧薇 我带她来的 有事冲我来 给我脱了 你疯了吧 这是我给你买的 你给我脱了 我先冲我把你 脱 哎 够了吗 不够 他也是我买的 你身上每一件都是我买的 你都给我脱了 大若南 差不多得了 松手 啊 松手脱 松手我让你脱了 让你松手 你脱了 你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 脱腹吗啊 好去好算不好吗 非要闹成这个样子 若南你别这样 都是我不好 你把嘴巴闭上 啊 你说我问你 为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 那我就告诉你 我根本就没有想 我跟你结婚行吗 好 你非要听是吧 那我就跟你说 这种生活我一眼就忘脑头了 我很难过 在一起这四年我早就不想过了 行不行 还有 每一次吵架 每一次都是我道歉 都是我认错凭什么 我很憋屈 我很难过你知道吗 结束吧 你说 这四年跟我在一起很难上 看着我 我要你看着我 看着我 我这四年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有没有说 你还有没有心啊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还有一句话 你还有一句话 我 我给你让你开 我让开 我让开 啊 若南啊 你最近工作上的表现 老板对你意见很大 新成立的坑公司那边圈人 你下周就过去报到吧 喂 若南啊 怎么半天才接电话 我手机刚才充电 你和黎潇说清楚没有 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喂 喂 不是 他 他那天真的回去忙工作 那他答应结婚了吗 答应了 我们 我们过两年 就结婚 还要两年 女人的青春 都是这样被耽误掉的 你行了妈 我还有工作要吗 我先不跟你说了 放假回去 看你跟妈 我看你做给她看 我看你一个人 真的 我看你 所以爱你 快点 我看你 就看到 我看你 对 我要 你 我看你 是 超載了下去一個人呀 對啊自覺點 別耽誤大家時間 這位小姐 你要不等下一趟 我說這位先生 我按電梯你插隊讓我下去 誰給你的臉 下去 總公司來的新同事就是你 是我 你好我叫鄧兒南 等著吧一會有人給你安排座位 吳經理早 怎麼是他 完了完了 剛來就把經理得罪了 今天也太倒霉了 愛重展這個項目大家都看過了啊 有什麼想法啊說一下 沒有挺好的 被家姐考慮的很周全 他負責一定沒問題的 我想聽一下新同事的看法 我 斷若男是吧 從總部過來的 經驗應該挺豐富 吳經理 我剛來業務還不是很熟悉 沒有關係 有些時候啊 我們就是要從新鮮的角度看問題 想看我出醜 真夠小器的 那我就直說了 首先 首先我覺得我們這個方案 用戶定位就有問題 我們面向的用戶群是一二線城市 還是三四線城市 用戶的年齡結構是怎麼樣的 還有 有無性別區分 他們的職業特徵又是什麼 每個月願意在寵物身上的花費是多少 這些我在方案裡 都沒有看到 還有 據我了解 國內做的比較好的寵物展 基本聚焦在一二線城市 那我們要如何在這些展中 做出自己的特色 這個 可能還需要精準定位 說完了 目前市場上的展覽都相對比較成熟 我們要做出 所以我同意段若男的開店 就是要對這次的展覽吸引客戶 垂直細分 量身定制 他不是來找事的嗎 呃 段 段若男是吧 蠻好的 那這樣 回家一會兒 你把項目案裡頭所有細分的內容 有他說的那個 給他補充一下 再細化一下 有什麼問題 要不懂啊 幹嘛給我問他 啊 合作商的資料 今天下班前整理成表格給我 這個好像不是我的工作吧 你不是有能耐嗎 我們這邊的氛圍呢 就是給足新人充足的發展空間 不用謝 這裡的調整 我將沿用全新的形式 啊 近幾年短視頻的形式呢 也是非常流行的 幾個設定的手機軟件 也確實改變了 抱歉抱歉 不好意思 怎麼回事啊 李嬌 我說過多少次了 上班就是上班 因為你私人信息 要耽誤所有人的時間嗎 我再給你五分鐘時間 抓緊時間給我處理好 處理不好 就給我滾蛋 小哥 您終於接我電話了 你看到照片沒有 我姓買的口紅怎麼樣 好不好看 我都跟你說了 我今天的會議很重要 你拼命的給我打電話 就是為了這點破事嗎 是啊 你家裡只有我一個人 我很不習慣嗎 啊 好了我爸 明天就回來了 明天要上班了 我去整理一下工作啊 哎呀不要嘛 人家還想給你多擔憂 寶寶 我已經請了七天假陪你了 哎呀不夠嗎 一輩子都不夠 小哥 你今天下午也請個假好不好啊 真請不了 剛才領導恨不得把我吃了 一會兒忙完晚上還在陪客戶吃飯呢 男客戶還是女客戶 男 男客戶 那你吃飯的時候要拍照給我知不知道 好好好 知道了 慣了 嗯 艾蟲展合作商資料 這個不是貝嘉的項目 怎麼是你在做 沒事 吳經理 我就當熟悉業務了 貝嘉 嗯 若男手上的活兒不應該是他做吧 不是啊 吳經理 雖然艾蟲展的項目呢 是我的 但是也總要給新人熟悉項目的機會啊 不然怎麼能跟得上我們的業務呢 你還知道艾蟲展是你的項目 你自己不好好完成工作 還讓新來的同事幫你分擔 怎麼 這個項目提成你是要分給他是嗎 你完成好自己分配工作就行 趕緊下班吧 好 謝謝 哎 吳澤 我晚上臨時有個局 跟我一塊去 好 還有那個若男 你跟著一塊去吧 今天表現不錯啊 來我們走一個 好來走一個 來 應該是我進二位老總 來來來再買一個好酒量 哈哈哈 謝謝楊總 來來來 我們再硬若來一杯啊 來來來來 顧總我們慢點喝 來來來來 我真的有點喝不了了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楊總 喝酒怎麼能不帶上我呀 顧總 咱們一塊走一個 各位老总 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喂小哥 你吃完饭了没 我来接你好不好 哎呦祖宗 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行吗 我这结束就回去了 你说你一会儿一个消息 一会儿一个电话呢 我工作呢我 我工作呢 不 洛乃 什么洛乃 你和他在一块 啊没没没事 我我先挂了忙呢 洛乃真是你 你你怎么合成这样啊 哎 李瀟 你们在干嘛 小微 小哥 这就是你不让我来接你的原因吗 我俩 我俩碰巧遇到的 我 若南 我和肖哥已经在一起了 你能不能离他远一点 你干嘛呢 范小微 若南 放开 怎么样 他们都认识吗 若南 我真的不希望破坏我感情的人是你啊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或者你打我 你骂我 你怎么开心都好 只要你愿意放过小哥 范小微你闭嘴吧 你谁啊你 他怎么喝成这样 你凭什么没带他走 质问别人的时候 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身份 你怎么突然叫我出来喝酒 我在家陪你宝宝啦 别提他了行吗 一提他我头皮都烦吗 我看人家 愿意给你做爱心变刀 最后还要给你做爱心变刀 他温暖的 你挺好的吗 一天 光电话汇报就不下二十头 恨不得牵手眼睛在我身上 只要我和别的女的多说一句话 就做的没完没了 我都快被搞疯了我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这种窒息的感觉 哟 有人这是怀念前女友啦 顾总 吴经理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爱宠展就照这个执行了 嗯 总体看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项目啊 细节上面还要再细分一下 这样 刘南 你过来协助一下贝加 把这个项目负责起来 其他人呢 就听若南跟贝加的安排 好吧 顾总 这不合适吧 他一个新人 新人怎么了 你不是从新人过来的 我觉得他这个新人挺优秀的嘛 沟通能力 发现问题的能力 对不对 按我说的来 还有 顾泽 你那有没有这个新的项目 如果有的话 都带上一点若南 其他人还有事吗 咱们 散会 好 若南 一会来我搬过水一下啊 好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你可千万别说 嗯 进来 顾总 哦 我把门带着 顾总你找我 啊 走吧 来看看吧 爱重展今年的规模 比以往都大 你看一下 以往展规的资料 所以今年品牌方 是打算用地推 加线上推广吗 啊 对 对 这次品牌方 如果觉得活动比较成功的话 他们会在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 再做一次复制 到时候 也是公司来做 江总负责啊 谢谢顾总信任 我会努力的 你是很有能力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如果我贸然把项目交给你来负责的话 我是很有压力的 对不对 你刚才已经看到了 公司同事是有意见的 我会努力不辜负顾总的信任 证明给其他人看的 证明给谁看 谁又需要你的证明 你证明给我我看 我才是那个能帮助你的人 顾总你不要这样 顾总 顾总你放开吧 你 我 哎 你 你什么事 啊 那个什么 那个 集团的金总 长得有点这样的 又救了我一次 应该的 我今天看你进去这么久啊 就不太对劲 还在办公室呢 我也没想到 他这么大胆 经过我这么一闹 他以后应该也不敢了 但是你自己啊 以后还是要小心一些 出了事 尽管找我 谢谢你 不要再跟我说谢谢 我一定不会再让他骚扰你 谢谢 哎 嗯 那 你现在有空吗 要不要上去坐坐 既然你不让我跟你说谢谢 总得给个机会 请你喝一杯吧 乐意至极 你不让我看片子 你不让我看片子 走 小哥陪我看个片吧 你干嘛呢 没干嘛 你要看片啊 看什么 你手机刚刚在看什么呢 我也要看 真真真没有什么都没看 看不看片 那你把手机给我看看 你把手机给我看看 给你看什么 你看什么我看什么呀 反正我给你到底有完没吧 我是你女朋友 为什么不能开你手机 还是说你真的有事情瞒着我 我成天被你看的和什么似的 我都有什么事瞒着你 那你把手机给我看看 你给我看看 我今天就是不给你看了怎么着吧 你成天这样做天做地的 你对我有个意思信任吗你 真说不理我你了 骞哥 你说的对 下次他要再敢 你就废了他 你放心 我一定会重在你前面 那时候 不准再说谢谢 你的点好奇怪啊 干杯 你 什么呀 你轻轻快 我害你 我害你 我ho 我 我 若南 你来干什么 我心情不好 有点难过 你能不能 他怎么在这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你自己吧 你不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你该来的吗 关你什么事 你谁啊你 若南 咱们两个之间的事跟这个陌生人没有关系吧 那咱俩已经分手了 我怎么样我家里有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你还有事吗 没事先走吧 若南 你现在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了吗 小薇 小薇受伤进医院了 好了啊 包好了 伤口不要碰水 几口 小薇 没有 若南 你和萧哥怎么一起来的 听说你受伤了 以为很严重呢 所以来看看 你还关心我 你可别这么想 我这次来呢 也是想借机 跟二位把话说清楚 虽然你们做的事情 我无法原谅 但看在一往前一的份上 就让一切到此为止吧 若南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破坏你感情的 我之前真的一直都没有同意萧哥 但后来我觉得他说的对啊 两个不合适的人在一起是不会快乐的 我是帮你啊 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说出这样一番话的 我发现我真是不了解你 算了 不重要了 以后也别联系了 省得给彼此添堵 林萧 有些错误犯一次就够了 好好对小薇 别再来烦我 萧哥 这个方案上也写了 我们这个项目的预算呢 在两百万 这个具体 这个项目谁写 这个预算是我算的 方案是我让段若南帮我写的 你看看 能不能看出什么问题 顾总 这个预算 我是按贝加姐给的数字填的 那就是发现不了问题了 数字后面的单位呢 啊 是两百万人民币啊 还是两百万美元呢啊 原子被你吃掉了吗啊 你知不知道数字后面没有单位很容易给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 知道吗 这种低级错误连实习期的员工都做不出来 对不起 是我太不自信了 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你赶紧查一下你的项目还有没有其他的错误 如果有直接走人 什么玩意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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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南你还好吗 嗯 嗯 嗯 顾总 检查清楚了 这个是新房案 哎 公司啊 只有你点嘴的 进我办公室 可以不用关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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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屈了是吧 还是我妈这么的 是我做的不好 但是顾总您能别理我这么近吗 这领导关心下属 怎么了 没问题 我不习惯 段若南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的试用期还剩下一个月 如果你在试用期被公司开除了的话 请问哪家公司敢用你 不过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不仅可以让你快速的转正 还能让你管理整个策划部门 我看了你就是心里有鬼 一边瑜琴喂鸟 一边激情作祟 难搞哦 小哥你去哪了 我一个人在家很害怕 手也很痛 你能不能回来帮我上药啊 你又来干什么 该说的话 在医院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最近我每天都很想你 你喝酒了 若南 我这段时间过得很不好 我一时昏了头 你能原谅我吗 可是我现在过得很好 上次说的话没记住是吗 那我再跟你说一次 你不要再来纠缠我 不算我 你还什么 你别刚才过来 我知道你还在真的 你我想自己以后 你能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还在做什么 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以为你 让你去做什么 我我对小贵只是错觉 我一时混了头了 我我不爱他 我爱的是你若男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爱你 之前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若男 行了 你别说了 你什么天气 你好多久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救我 我感觉又多重要 再给我一次机会 一次就一次就一次机 若男 我跟你没有可能了 你要是再跟着我 我就报警 若男 我现在回去和小月分手 叫没有我爱你 我想清楚了 我们不合适 还是分手吧 小哥 你回来了 小薇 我有话要对你说 小哥 我也有话要对你说 这几天我想了想 之前是我做的不对 是我做的不好 我不应该那样看着你 让你觉得没有自由 可是小哥 我真的太喜欢你 太害怕失去你了 我怕你对我只是一时接近 转身就会回到若男身边去 但是小哥 现在我想通了 你就是喜欢我的 你也一定会对我负责的 所以 我以后不会再那样看着你了 你不要生我气了好不好 我现在就回去跟小月分手 叫没有我爱你 想什么呢 担心顾红的事啊 不用着急 一会儿啊 就要让咱们善良就来 你想办法 然后我们说出心里话 记得 用手机录音 到时候我会帮你证明的亲爱 谢谢你啊 弄到这么大分钱帮我 又说谢谢 不过 你要是能落实到行动上 我还是会挺开心的 什么行动 如蓝 我知道现在这个时机 不是特别适合 但是我真的已经等不了了 上次在你家 我就想跟你说 我喜欢你 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 你这也太突然了 你给我点时间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耍顾我装上 你既然约我到这儿来 你就别给我装矜持 那我们这样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 只要你跟我 之后公司所有的大项目 我都交给你做 半年内生理当经理 可是顾总 你有老婆啊 万一你老婆知道了 我听说她好像还是金总的妹妹 什么妹妹啊 公司是我是不是算了 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老婆 我脸光铺了 我死了 我死了 我 你竟敢背着我在外面偷人 老婆 老婆老婆你听我解释 你说什么 老婆 这是什么回事 你们给我滚开 你们害我是吧 老婆老婆你听我解释 老婆 你再说 你说谁活了脸婆呢你 我没有说你活了脸婆 我老婆 我我求你 我看你干干窗簧 你这样干吗 总之事情的情况就是这样 顾红 因骚扰公司女同事被停职 我会暂时任总经理一直 直到新任总经理来为止 还有啊 最近有很多人 在背后乱猜测 瞎议论 说了很多若男不好听的坏话 既然现在事情都清楚了 我希望可以主动站出来 跟他道歉 若男 我之前以为你是那种博上位的 对不起 没关系啊 但是 带头冤枉我的人 是不是也该跟我说一声对不起啊 你 你 办公室里带头先传闲话的人不是你吗 对不起 是我冤枉你了 行 那我翻篇篇了 我说一句话 你还在这种人 是吗 我还在这种人 是吗 我还在这种人 是吗 是不是我 我还在这种人 是吗 很棒的 嗯 嗯 真够粗心的出门不知道关键的吧 嗯 小哥 你怎么不开灯呀 吓我一跳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知道我今天买了蛋糕 所以特意关灯 等着吹蜡烛是不是呀 小哥 今天是我们一个月的纪念日 我特意买了你最爱的蛋糕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 有 我们分手吧 你说什么呀 这是什么 你监控我 不是 小哥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 所以我才 所以你嘴上说给我自由都是骗我呢 你从头到尾都想掌控我 我只是爱你 我想了解你 这样我们才能永远都在一起 你这不是爱你 你这是心理变态 我们不合适 分手啊 分手 小哥 和你分手我会自杀的 你难道忍心看我再死一次吗 你又用死来威胁我 你嫌弃我 我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嫌弃我 今天是我们一个月的纪念日 我本来还想着我们可以一起吹蜡烛的 你想干什么 你不要逼我 你逼我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反正 你都不要我了 你 我不会同意分手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分手的就是要去找邓若男 你有病吧 跟邓若男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就立下自去说不会和我分手 否则我们就一起会掉 你 你 他教员 你太可怕了 今天今天这种必须死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 我只是爱你 我还敢失去你啊 小哥 嗯 小哥 小哥小哥 小哥 喂 你爸伤在脑部 情况非常严重 这样你现在就去交费 我们明天就安排手术 现在 可是我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 医生 能不能再快下两天 这是医院的规矩 我也没有办法 这样吧 你先去筹十万 我们先把手术做了 后面的钱 我们再想办法 小哥 小哥 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干什么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这两天你就搬出去吧 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想得很清楚 说什么都没用 我也不想烦你 但小哥 你到底想干什么 分手也不是不行 只要你借我三十万 三十万 我不是太你的钱 是我爸出了车祸急需手术 我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 小哥 只要你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我保证不会再来烦你 我没有那么多 我没有那么多 就多给你十五吧 剩下自己想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吗 你去工作呀 你这么大一个人了 资历能力都没有吗 张众难比你差远了你 好 我知道 拿了钱两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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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